早安我是马谷 在上一支影片的后面稍微凑了一下之后 有些人留言也有些人私讯 希望我能聊聊关于林秉胜合约事件 也有人想问说 NBA有没有类似的潜力可以参考 那我想就来简单的聊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吧 NBA有没有潜力 其实据我所知是没有类似的案例的 毕竟合约已经签了却有反悔 这可不单单只是信用破产的问题 合约可是有法律效力的 没有另一支球队愿意冒着弄凑自己的风险 这样搞再怎么样都是在同个联盟里面 联盟规范相信订定的相当清楚 但在ABA跟NBA打对台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 竞价的情况是一定有的 但两份合约 嗯 有人会问 那当初迪昂追Jordan跟Buster的事件 不算吗 其实这差了非常的多 这两位球员光是达成口头协议后反馈 就被贴上了背心的标签 毕竟球队可能在迎来你之前 会做出想对应的操作 你突然不来 影响真的是挺大的 所以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林秉胜这种事情发生在NBA 究竟会被骂的有多难听了 毕竟白纸黑字就放在那里 迪昂追Jordan事件 也让小牛老板Mark出本 问了该年要欣赏的所有直流球员 问他们确定要和球队签约吗 如果不要的话就可以离开没问题的 结果选择留下来的Wesley Matthews 获得了夹薪 也算是给手心球员的奖励吧 再来就来聊聊关于林秉胜的事情吧 我们先来看看时序 用简单的方式概述一下 首先先是新竹工程师 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欢迎林秉胜的加盟 当然因为我也追踪了蛮多篮球的粉专 又或是自媒体 所以迟迟没有看到 有人转发林秉胜自己转贴 加盟工程师的消息时 难免会觉得有些怪怪的 但因为正逢穷师杯时期 或许球员很忙 又或许林秉胜本身 就没有太常使用社群软体什么的 所以起先并不是太在意 不过因为这一点 在当时网络上已经捕风捉影传的乱七八糟了 再来就是隔了几日后 林秉胜说自己已经多次玩具工程师的邀约 希望能够离开工程师转而加入其他球队 然后就是再过几天 工程师召开记者会 甚至是公布带有林秉胜签名的合约 证明自己已经和球员签下合约了 并且也希望其他球队 尊重合约精神不要而已挖角什么的 这个时候虽然没有明说 但大家心中都有个底 这支球队就是新成立的提玩球队台星 再来一拖90好几天 大家都等着看台星究竟会怎么表态 毕竟在当时挡在前面吸引炮火的 都只有林秉胜一个人 那支背后挖角的球队 都还没有跳出来说话 隔了一段日子后 台星表态 并且说着自己并没有恶意挖角 工程师带林秉胜合约到7天结束 才是有问题什么的 也很呛工程师的合约无效 我们直接从结论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要知道的是 林秉胜并没有经纪人 所以所有的签约都是由他本人请自操刀 也是心自谈判的 照理来说没有人会忘记 自己曾经看某支球队签下合约这种大事 说真的 一般人只要关系到签名这件事情 基本上都一定会看仔细内容是什么 不会随便就先下去 没有理由球员签约这种大事 你会随便签签 所以当他的IG上面写着 当下时间仓促 未详细省略 思考千周的情况下签下合约 这种话实真的是蛮不负责任的一句话 意思根本就像是 我没有错 我只是没有想清楚而已 我先不管两支球队怎么样 签约的时序怎么样 接触林秉胜的时间有时如何 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林秉胜自己的身上 当我看到有些人在那边说 嘿 这种事情不要限制到球员啦 或是球员归球员 这些是球队的事情 不应该去球员 我就觉得 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林秉胜才是这件事情的最大问题 毕竟前面说过的 林秉胜没有经纪人 合约都是自己处理 这甚至连让他有经纪团队 当做挡箭牌都没有了 两支球队都很想要林秉胜 而他则是选择前夺的地方去 完全无视合约 将两支球队给捅了一个大坑 尤其对工程师来说 在战地上面更是一大伤害 连续的空气 或许海星老早就知道工程师 已经和林秉胜签下合约了 但还是质疑都出更高金额的价码挖角 这当然是不对的 但这种事情就是一个巴掌拍不下 如果你有合约精神 尊重自己所签下的名字 尊重合约 那这事情就不会发生 工程师会敢在那个时间点发布 欢迎林秉胜 我想某部分的原因 是要敢在台新公布前提前官宣 一方面给林秉胜压力 一方面也给台新压力 当然已经有白纸黑字的签约 是完完全全站得住脚的 而对台新来说 他们也有和林秉胜签下合约 自然的是完全不会让步的 只是一支球队 在还没有发表成立记者会前 就已经弄成这个样子 还真的是前所未见的 好啦 那我们换个角度想 为什么林秉胜会这么做 台湾篮球近几年整整日上 但整体制度及体制都还不够完整 而两个联盟的相互竞争 也是造成球员价码水涨船高的原因 毕竟钱什么的才是最实际的 什么拿冠军 什么发挥空间 这些倒都是歧视 当然前面这句话 并不适用于已经发展完善的篮球联盟 像是NBA 你或许可以领个低薪品一下 打出身价签下漂亮长约 台湾篮球是有三个联盟 而林秉胜的合约则是游走在两个联盟中间 两个联盟的规范也没有办法相互制约 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台湾篮球的盛事还能够保持几年 球员们的薪资能够维持在这样的高峰几年 说真的没有人知道 现阶段来看 台湾的球队真的太多了 球队为了争夺球员 自然的开的薪资就往上垫高 但这样的状态会有多久 或许对球员们来说 能多捞一点就多捞一点 毕竟钱进了自己的口袋才是最真实的 当然我这么说 是完完全全没有要帮林秉胜说话的意思 毕竟合约都签了 就是有法律效力 后续看整件事情怎么处理 两个不同的联盟 两个不同的规章 让林秉胜这个事情更加复杂化 并没有联盟能够处理这件事情 而是得要拦协除免来解决 但怎么解决怎么处理 我想这些都会大大影响 台湾职业篮球未来的走向 如果只是赔签草草了事 那未来就看谁的手腕出 哪个球员愿意惹上一针臭鸣嘴足金钱 那就可以把他给挖走 我想长期来说 这完全不是好事 相信看过SBL鼎盛模样的球迷 都很开心当今台湾篮球 能够回到这样的热度 但这个休赛期的疯疯于语 严重的冲击到了直篮未来的发展 先不管什么性骚扰啊 偷吃啊什么的 当然也不是说这些事情不严重 而是这些事情都还算偏场外 跟整体职业篮球发展比较无关的事情 但合约这个问题可不一样 这才是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 毕竟后续处理的如何 将会影响到球团签约的操作方式 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两份合约均无效 并且让林秉胜获得应有的竞赛 在竞赛期间 不得为台湾任何球队效力 而不是坐下来喊 啄啄汤圆就完事 真的要处罚 并不单单处罚球团 而是也要处罚那个 在两份合约上签下名字的人 千万不要出现什么 因为做错事情了 所以到基层带小朋友打个篮球 做做公益表示歉意 这真的没有什么屁用 当然如果合约内容 有单方面想要终止合约 需要负担多少的违约金 什么的条款的话 那就照着走吧 如果没有那就等着看 蓝蝎怎么处理了 我是马顾 大家晚安